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宾馆近日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150位游客 尽管住店人数比夏季有所下降 但是入住率仍然达到了三成 都说冬季是西藏流的淡季 但我想不到我们酒店今年冬天有那么多客人 别看巴桑现在挺高兴 可在几年前冬天是他最愁苦的时候 一到11月份酒店业就进入了真正的寒冬 没有客人 巴桑遇到的问题 其实也正是西藏旅游业往年共同面临的难题 旅游局提出 以文化特色推出冬季休闲旅游 主推西藏的阳光和藏族特色文化 政府鼓励发展文化旅游 一些地区还对上规模的特色家庭旅馆 给予七年免税 民俗旅游蓬勃兴起 在娘热民俗村里 八十多种藏文书法受到青睐 不少游客都在临摹学习 文化旅游让很多即将消失的藏族文化被重新挖掘 就说我这一身漂亮的藏服 很多款式曾经濒临失传 现在不但重新出现还走向了市场 重新出现的藏服藏旨 也被很多游客当作纪念品上门参观求购 还有订单从各地发来 思路转变带来了冬季旅游的升温 去年十一月份 境外游客就有七百四十九个团队 远远超出了往年 二零零七年 近藏游客人数超过四百万人次 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 一文化促旅游 一旅游养文化 这是旅游和文化的双丰收 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活力 可以说是七道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举措 本台消息 为确保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保障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价格的部署 和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国务院近日派出检查组 对各地保障市场供应 加强市场监管 稳定市场物价等工作 开展督促检查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 保障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物价的工作 针对去年下半年以来 副食品价格出现 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发展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加强价格监管的 重大政策举措 同时加大了对困难群众 生活补助的力度 为进一步维护价格基本稳定 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又批准有关部门 依法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就是对这些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 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督促检查的重点是 各地对扶持粮食 生猪奶业油料生产 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 主要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价格变动情况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稳定市场物价措施的落实情况 保障城乡低收入居民 和困难群体生活 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组将深入一线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通过发现和督促解决存在的问题 推动各地把党中央国务院 各项政策措施 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 此次派出的检查组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带队 将分别对22个省区市 进行督促检查 十六大以来 我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 坚持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实际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蓬勃发展 刚刚过去的2007年 有这样一组数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分别为73厂 547厂和789厂 这些都折射出我国的新闻发布 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日真完善 十六大以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国防等24部白皮书 有力树立了我国政府 开明开放务实高效的形象 各个新闻单位也不断提高 对外传播能力 新华社在全球195个国家拥有用户 中央电视台长城北美平台 已成为美国最大的 中文卫星直播平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每天累计落地431小时 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外图书出版 影视合作拍片 地方报纸海外落地 中央新闻网站对外传播等工作 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 进一步加大力度 中国年中国艺术节 中国春节庙会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 一彩分成的活动 以及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 都向各国人民展现了 中国文化的神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清林 今天主持召开政协 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第52次主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第20次会议日程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秘书处 领导成员名单草案和新闻发言人名单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秘书处 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草案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名单草案 会议决定将上述有关草案 提交政协十届常委会 第20次会议和政协十一届 一次会议的有关会议审议 会议还听取了其他事项的汇报 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清林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崇慧 李昌健 卢昌华 分别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会议确定吴建民 为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我国大部分地区近期 频繁遭受冷空气的侵袭 今天华北黄淮 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再次持续降雪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寒 大寒也就是我国各地 到了最寒冷的时候 从昨天晚上开始 北京 河北 江苏等地开始下起小雪 四川成都今天一大早 就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 这也是近十年来成都下的最大的一场雪 降雪导致了许多地方的机场跑道结冰 贵阳 呼和浩特以及长沙机场 都因天气因素导致航班延误 接连遭受冷空气袭击 使湖南长沙气温一降再降 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五度 市区还出现了少见的冻雨 冻雨给高速公路带来影响 截至到下午五点 绍淮 潭 少等多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 目前湖南交通部门 已经为全省13条高速公路 储备了1000多吨工业盐 2万多条麻袋 并且在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 储备了15天的食品 这两天持续的低温冻雨天气 是贵州2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恶劣天气导致省内所有高速公路关闭 气象部门发布低温冻雨红色预警信号 中央气象台预计 24号之前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降雪还将持续 南方持续的低温雨雪天气 使许多地方的电力 民房和农业设施受损严重 从12号开始浙江 盛州等地遭遇罕见冰灾 浙江省和华东电网的两条50万幅骨干线路 出现故障 多个供电铁塔倒塌 据了解 这两条骨干线路的设计 常在结冰厚度为15毫米至20毫米之间 但此次的最大结冰厚度达到了60毫米 远远超出了设计指标 目前浙江供电部门已启用备用电路 对该地区进行供电 200多名工程人员也已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在三峡电力大动脉安徽段 一条备用线路的塔架也被冰雪压塌 由于积雪厚度达30公分 许多路段只能通过马匹来运送物资和救援设备 湖南电网近日也先后有4条主要输电线路跳闸停运 目前有关部门已紧急调派人员进行抢修 多年不遇的强降雪 还使湖北武汉的多处民房和城区的一些小型建筑 因负荷过重发生垮塌 观众朋友 我现在是在沙士区北京西路绿化村地段 由于这两天的天气原因 积雪过厚过重 那今天早上这里多家店面的屋檐发生了垮塌 持续的雨雪天气给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在湖南 湖北 河南 安徽等地 大量农业大棚倒塌 受损棚式面积超过了万亩 专家建议要及时对大棚进行清沟牌子降低水量 在覆盖的棚内再加盖草莲增加温度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用地温线 电热丝等对育苗棚进行增温 尽量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面对因天气原因频繁发生的险情 各地有关部门迅速反应积极应对 十年一遇的冰冻天气导致湖北武汉 宜昌等地数千处输水管道出现破裂 在武汉近六天就发生了5000多起停水事故 数万居民用水受到影响 两地有关部门调集消防车流动送水 并且承诺绝大多数问题将在48小时内解决 昨天武汉市政府还通过手机短信 向全市居民发送家中水管保暖注意事项 不要用火烤 不要用开水烫 最好的办法是用温水 30度左右的温水 就把我们的管道拧个两边 在贵州罕见的凝冻天气 今天虽然仍在继续 但是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努力下 目前已有9条高等级公路陆续通车 交警部门一方面为滞留的私承人员送上生活必需品 一方面帮助司机修复车辆 到了零度以后它容易冰冻 在北方下的时候都有些经验 那么南方下之前它就触发这个经验 所以油箱油管都没有进行保温处理 然后走着走着就动了 一动了车就泡毛了 到今天下午在贵州玉同公路上滞留的上千名旅客和司机 已经基本疏散完毕 经过当地武警部队的连续奋战18号早上 被大雪围困在新藏县的115名群众和30台车辆 今天全部获救 500多公里的积雪道路已经疏通 新藏县西藏段昨晚已恢复通车 由于大雪封山四川万元到重庆城口的公路封闭多日 大批返乡农民工滞留 今天路况稍有好转 川与两地交管部门立即调集了数十辆客车 联手运送这些农民工翻越雪山回家 安徽黄山这些天雨雪交加 八名游客被困深山十多个小时 救援民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搜救 跋涉60多公里才将他们成功营救 为确保景区安全 江西庐山启动了冬季旅游应急预案 交警部门在极险弯路扑洒了防滑沙 并要求上山车辆必须装备防滑链条 交通部今天提前派出春运督察组 陆续赶赴受大雪影响严重的 湖北 河南 陕西 黑龙江和吉林等地 督察这些地方 力争做到保干线畅通 保重点运输 保运行安全 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再过几天就要交付使用了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LED景观照明项目 水立方的景观照明工程 正在进行最后的整体调试 华美剔透的水立方 也首次在夜幕下呈现在世人面前 水立方宛如蓝色的水晶立方 每个气阵都由独立照明控制 既体现出水分子结构 整体又柔美统一 作为世界上首个基于水分子理论的 多面体磨结构建筑 水立方克服了钢结构 磨结构等世界级难题 本月底将竣工并迎来测试赛 水立方和鸟巢 是最早启动的奥运工程 从02年至今已经是第六个年头 我们中国的建设者 把世界上第一个多面体的钢架结构 和第一个磨结构的建设标准 已经建立起来 目前除国家体育场鸟巢因开闭幕式改造外 北京奥运会的另外36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 大部分还进行了测试赛的检验 与此同时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进入彩排阶段 火炬抵达珠峰的科技公关基本完成 80%的赛会志愿者已经初步确定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也在加紧备战 体操运动员们正反复练习为奥运会设计的新动作 这些秘密武器4月将在体操世界杯上进行实战检验 奥运会前公开这些动作教练并不担心会被其他国家模仿 目前我国总共55支运动队的大约1200名运动员 正分布在全国各地进行东训 重点是储备体能和提高心理素质 截至今天 我国已经有26个大项的516名运动员 获得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奥运会前这个数字预计将达到550人到570人 为历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之罪 虽然说34岁了就是说 但是呢也希望我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然后在这些奥运会能够残联 离着奥运火炬传递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现在我每天都在弹量身体 让自己呢以最好的状态传递好生活 我正在抓紧学习礼仪接待的服务 然后在奥运会上我要用我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 让动员感到满意 新年一时好消息从大连重工启重集团 和中国一众集团公司相继传来 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产品接连下线 我身后就是大连重工启重集团 华瑞驱轴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根大型船用驱轴 它的重量有41吨 由于形状十分复杂 所以要经过十几道的加工工序 而加工的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四分之一 驱轴是大船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由于一经安装就无法修理更换 所以一根驱轴的寿命就相当于整条大船的寿命 过去我国造船业所用的驱轴大多是从国外进口 这也成为制约中国造船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大连重工启重集团依靠自主研发 两年时间里先后攻克了驱拐加工等七项技术难关 终于掌握了大型船用驱轴的生产技术 近日中国一众集团公司成功锻造出世界首件 第三代核电蒸发器锥形桶体 蒸发器锥形桶体是用于核电站建设的关键部件 用传统方法锻造锥形桶 要先浇筑出一个大圆筒 然后再进行切削 既废料又废实 中国一众的科技人员此次摒弃了传统方式 用计算机进行了大量的模拟演示运算 大胆采用了直接锻造成型技术 为了这一个断件我们做了十多种腹剂 甚至为一个腹剂 他们要修改十次二十次或是三十次 正是经过不厌其烦的试验 世界首件第三代核电蒸发器锥形桶体 最终一次锻造成功 这也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全国铁路春运客流连日来迅猛增长 连续三天客流都超过40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30%以上 由于大部分地区大中专院校已经放假 铁路客运呈现出学生客流 物工返乡客流 探亲客流叠加的态势 广东省内各大站1月29号前 多个方向的火车票都已基本受完 广铁集团决定从今天起将广州站 广州东站的车票预售期由六天改为两天 另外铁道部支援广东的47组列车车体 也陆续抵达即将投入运行 长沙 成都 沈阳等地也都迎来学生返乡高峰 为方便学生购票 南昌铁路部门专门推出了学生票手机短信预定服务 西安站客流连日来创历史新高 为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车站收票窗口将中午午餐和交接时间压缩在20分钟以内 由于北京地区学生放假较早 已经持续了几天的学生流和物工返乡流叠加的情况 目前有所缓解 未来几天预计北京地区的铁路客流将相对平稳 为迎接客流高峰到来 北京铁路警方调集近千名警力维护秩序 今天全国公路客流总体平稳 但由于多条高速公路因降雪相继封闭 一些长途客车站关闭停运 客运量比往年同期下降2% 随着春节来临 各地航班机票折扣明显减少 尤其是南京 成都 重庆 武汉 沈阳等航线都只有全价票出售 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 今天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 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突出重点 统筹坚固 依靠科技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法治 健全监测预报体系 强化震灾防御基础 提高应急救援水平 全面增强地震灾害防范应对能力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来 新闻出版部门 密切配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 加强对报刊刊载广告的管理 加大对虚假违法广告的整治和打击力度 取得阶段性成效 2006年10月起 新闻出版部门就下发了 关于禁止报刊刊载部分类型广告的通知 明确规定禁止发布 令病 乙行肝炎等内容的医疗广告 并在日常监管中结合审读制度 强化对虚假违法广告的监管 过去我们主要是对报刊发表的报道作品 开展审读 现在我们把广告变纳入了审读的范围 要求我们的审读人员 要对报刊所刊登的广告 作为报刊内容的组成部分 进行审读监测 与此同时 新闻出版总署会同有关部门 加大了查处力度 截至2007年底 已对刊载严重违法广告的近10种报纸 在全国范围内给予通报批评 北京市新闻出版部门 也对发布违法广告的8家世俗报纸 予以通报批评 目前新闻出版总署 正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 加强日常监管 禁止报刊刊载社性广告 在安徽农村 活跃着不少 贪子不大 本事不小的村民理事会 由村民海选出来的理事们 正成为新农村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让老饶当得很有成就感的 这个大官 就是安徽省望江县雷池村 饶家敦村民理事会会长 饶家敦是个富裕村 过去村里的公益事业没人牵头 村民们正经过了几年 屋里赛天堂 环境似泥堂的日子 这两年有了理事会 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自从被扎家敦村民小组 72户人家扶上马 老饶就再没得闲 这不刚过了元旦 老饶就张罗着 让村里各家女掌柜的进城参观 这次呢 亲家就亲完 我就把女同志呢 直接拿到去村里去 看看村里里的威力怎么搞 这效果我不会错的 老饶的信心可不是白来的 刚走马上任的时候 老饶就跟村民们合计 从哪儿入手来搞村庄改造 但人多嘴杂 思想一时没法统一 老饶干脆顾车 把村里男当家的 拉到县里的新村建设示范点 实地考察 老饶没想到 村里当家的 大都不是掌柜的 只好又专门为女同胞们 组织了个新村一日游 事儿是大伙订的 板也是大伙拍的 落实起来就出奇的快 就连让人挠头的拆迁问题 也三下五出二的就解决了 就这样 老饶执政两年 还真取得了不少政绩 在村庄整治建设中 全村男女老少 义务投工投劳 达2400多人次 村民为公共支出 筹资15.6万元 用于修村路改下水 安路灯刷外墙 如今 饶家敦不仅有了自己的图书室 保健站和幼儿园 还建起了个休闲大广场 2007年 饶家敦村民小组 索性改名叫了社区 我只看我这个心事变化得好 啊 根基不要牛 建核不要牛 啊 去的五十楼上楼 我是吃饭吃饭 不是假的吧 啊 走的学一路 有路灯 压的走路也不担心 就在两天前 饶家敦社区理事会 确确带头的 大家都是相立相亲的 我愿意扛着担子 带好这个头 让大伙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前途命运 日益紧密的 同世界的前途命运 联系在一起 这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 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 是对改革开放 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 这反映了当今时代的 一个重要特征 突出表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把自身的发展繁荣 置于世界的发展进步之中的 博大胸怀 中国同世界的紧密联系 是全方位的 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 使得中国成为当今 和未来世界关注的重要焦点 也向我们提出了 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的基本要求 下面请看简讯 记者今天从国土资源部 提供思想文化保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